大家好 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义区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题目是 关于亚裔细分和美国华裔人群发展的讨论 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来自客户的询问 说听说美国又要搞亚裔细分了 这个对我办绿卡有什么影响 对于我将来在美国的生活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统一讨论一下 那么什么叫亚裔细分呢 此前有一些尤其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比如说来自菲律宾东南亚一些国家 这些人和他们的representative来推动 他们主要讲到亚裔都作为同一个群体 传统上stereotype固定的印象是说亚裔群体收入高 受教育程度高 需要的福利少 但是这个并不见得适合我们这个具体群体 比如说作为菲律宾移民 越南移民 老挝移民 缅甸移民等等 我可能并没有相应的这样的收入 教育程度等等 我本来是需要来自政府的更多的扶持帮助等等 但是作为亚裔群体之下 网单了虚名相应的实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所以他们会推动亚裔的细分 另外比如说来自台湾 香港等等的一些人群 他们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 也希望推动亚裔的细分 就是说不仅仅人口讲到说这是Asia 下面还要分成 比如说来自中国或者来自别的国家族裔的来源 这个是前几年的事情 后来当然这个政治是众人之事 讲的是利益的分割 然后中间也涉及到利益的斗争和妥协 所以亚裔细分并没有在全国范围 在全美国的范围得到推广 在个别的州 比如说在收集信息方面 医疗 关于福利等等这些方面有一些零星的法案 那么最近美国联邦政府提到关于在人口普查 这中间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此前关于Hispanic 有的中国叫西医 或者是拉美医 这个算是一个叫ethnicity 不算是reeds 这个它是一个单独的群体 可以是任何种族 但是在新的人口普查这方面会有一些变化 除此以外 包括白人来自欧洲的人群体 黑人非洲裔美国人 来自非洲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等等 这些也都要有区分 有的人说我是中国人 我看他们都长得一样 有什么要分的必要 当然并不是世界的中西 不同的人群 他们里面还有具体的区别 比如来自北欧南欧的 来自东非西非的不同的人群 所以并不是仅仅的所谓叫亚裔细分 所有的族裔都会要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信息 那为什么最近这个事情在中文的媒体自媒体上等等 又成为这一个热门的话题呢 个人感觉吧 那有一些人呢 就一个是媒体的需要有关注 不惊人死不休啊 他总要有一些比较惊悚的这样的这种标题啊 内容啊 等等啊 那另一方面呢 有一些人呢 那他可能对所谓的这个润人 职人 高华啊 他有这样那样的不满的情绪呢 总是希望看到说这些人倒霉吧 只有各种渲染啊 这样的夸张这种程度 那比如类似的呢 还有的是说 今天俄罗斯寡头他的这个财产被美国政府冻结了 明天就会轮到你了 这个逻辑可能也不是很通顺 对于一般人我觉得呢 他也不会把自己和这个俄罗斯的寡头啊 这个有数的几个普京的朋友相提并论 但是呢 那总有一些人就讲的夸张的是吧 你看今天冻结了俄罗斯的富人的财产 明天可能就会冻结你的啊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寡头 不是这样的比利奈尔 那一般来说呢 应该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担心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就讲到说 现在因为中美这个对立严重 然后呢 将来就都要打仗了 然后一打仗起来呢 这个在美国的华裔 他们就会像二战期间的日本后裔一样 被关到集中邻里 或者受到其他方面的虐待 那么现在呢 这个先把他们统计起来 这就是为此做准备 那各种阴谋论也都非常多 对吧 你不可能每一个都去澄清反驳 个人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啊 也可以 但是你要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决定的话呢 那么还是不能够轻信吧 比如如果有机会呢 你也可以亲自在美国访问生活一段时间啊 这样可以有更多的体验 那么此前我们也讲过在这里呢 再重复一下 或者再澄清一下 具体的详细的说明一下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前面讲的这种夸张的说法 我们认为不成立呢 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呢 比如说二战期间呢 有多少日本人在美国本土被关到集中营呢 一共有十万多一点啊 最多的估计可能有十二万左右 同时在夏威夷还有十五万以上的日本人 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被隔离关押呢 那很简单 因为他们在夏威夷占的比例太高了 在当地的人口里面占了相当的比例 所以呢 要把他们隔离 这个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相比之下呢 现在在美国有多少华裔呢 我们此前别的视频讲到过有五百多万 那所以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这个重现当年的这样的这个隔离呢 也不太现实啊 那除此以外 可能更重要的呢 那个社会呢 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到现在呢 这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是吧 也有更多的进步 那比如说在中国啊 在四五十年代还有这样的暴力的土改啊 这个五十年代有反右的运动 六十年代有文革啊等等 那如果说认为在美国 四十年代的这种对日裔的这种隔离会重演 那么在中国这些政治运动会不会重演呢 这些不是距离现在时间更近吗 对吧 如果认为在中国过去的疯狂的政治运动 不会重演 同样呢 也应该有信息 在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黑历史啊 这些事情应该也不会再重演 那当然了 人各有志 每个人呢都可能prefore相信 自己愿意相信的内容 但是呢 我们的立场看法观点 我们的想法呢是 中美之间当然有这个竞争关系 但是呢 可能更类似于 比如说美苏在五十年代啊 像这样的 那么中间当然有各种 各种事件啊 那它是非常严重的啊 非常当时影响重大的 那么事后看呢 不能说云淡风轻了吧 但是至少呢影响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就像这个过去持续了几年的疫情啊 给全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也都被很多人已经遗忘了 或者都已经翻篇了 世界呢 所谓这个宏大叙事 每个月 每个星期都会发生 如果说仅仅专注于这些 而迷失了自己的这个生活的重点啊 那可能就不值得 过去的美苏的冷战 前后持续了大概有四十年的时间 对吧 那一个人 寿命里面能有多少四十年 对吧 那你这个如果说不行啊 我一定要等到看出一个结果呢 然后再决定我的下一步怎么做 那你可能要等很多很多年啊 那每个人呢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啊 当然呢这个监听则明啊 多了解一些相应的信息 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关于所谓亚裔细分 以及美国华裔人群的发展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